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带你回味一下这熟悉的故事 小红帽与大野狼 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 阿桃与阿美 这对可爱的姐妹花当中的阿美 只不过我说阿美啊 怎么才翻到第一夜就睡着了 这剧情发展实在太快了 原来是进到阿美的梦境当中了 根据剧情的推测 现在阿美应该是要前往到奶奶家的路途当中 只是阿美不晓得 原来大野狼早就在奶奶家守候了 奶奶你家家吗 我去小红帽 是小红帽吗 奶奶在家 快进来吧 大野狼变身 正当阿美用着可爱的步伐 进入到奶奶家之后 她先是抬头看了一眼奶奶 从眼神里好像发现了什么 该不会那么快就被认出来了吧 是呀 真的是自己下自己 我还好啊 没想到这时候 阿美又有惊人的发现 这时候该不会被发现了吧 那么快就要领便当了吗 嗯 这是什么表情 帽是天然呆 真是下水奶奶了 小红帽 你可以帮我倒杯水吗 可以 谢谢 没错没错 你熟悉的剧情出现了 科技的发达 大野狼还会使用AI功能呢 我阿公你这个小红帽啊 明明知道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 你依然是拱呆呆擦骨彩呢 而当阿美转身看见大野狼之后 没错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 这时导演做了一个决定 用带点戏剧张力 跟撒狗鞋的桥段当成Ending 那些你我熟悉的故事 就像每天上演的诈骗案例 但始终还是有人掉入陷阱 接收到任何可疑资讯 发达 达 发达 好 好 好啦 看来大家都没事 记得当个聪明人 以防成为诈骗受害者哦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奶奶你还好吗 我还好啊 小猫在哪里 我的小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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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ing 棒 updated 好 我 是